要到民視 這幾年感觸比較深的就是 因為我很在乎朋友 我覺得兄弟很重要 所以其實 就你慢慢到了一個年紀 你發現身邊朋友 大家都結婚了 那你以前你可以跟朋友 大家就是隨時可能 喝一杯 吃個飯 大家都很好約 但你後來越來越發現 好像大家的生活形態 越來越不太一樣的時候 就會覺得說 如果可以 我真的還滿希望 可以找一點生小孩 感動了 對 就是那種 帶著另外一半 然後大家一起 那沒有關係 很開心的 比如說錄影也好或什麼 我覺得那個 對我來說 我覺得很棒 你想像著很浪漫 實際上很煩人的 珍惜你現在吧 對 我告訴你 你可以打入你的朋友圈 最好的方法 就是幫他們帶孩子 對 我特別歡迎我的朋友 一起跟我出去玩 幫我帶孩子 真的 對 好累人啊 小孩 你做過最羞恥的事情 是什麼 太多了 那就列舉一下 自己做過最羞恥的事情 有一次呢 我們直播一個晚會 就是介紹一些農產品 那天有車禮子 然後主持人在講的時候 我就在那吃那個車禮子 我以為鏡頭沒拍著我 我就一顆一顆 一顆一顆的吃 突然我發現鏡頭拍的我 我就不能吃太猛 我就這樣 結果車禮子的汁水太多了 我一笑 這紅湯順著流 在一個直播的晚會 一下就流下來了 然後旁邊是汪涵哥 在另外一邊 汪涵哥就說 不易的楊迪 我一回頭就笑了 一笑以後噴了 所有的汁水全部噴出來 湯哥魏大勳的衣服上 噴滿了那個車禮子的汁 讓他們倆異口同聲 我們的衣服都是借的 我們的衣服都是借的 這個是我當時很尷尬 因為以為鏡頭沒拍我 就這麼個事兒 之前有一個央視舞台 然後之前拔了智齒 臉是腫的 然後我腫著台上台跳舞 就是巨尷尬那種 還不能戴口罩 對我覺得那個時候 是我最尷尬的時候 我好像是有一次拍哭戲吧 然後太投入了 然後自己都沒有感覺 但是突然後來就發現 那個鼻水就 這位是我留下來 我還一下拖進去了 那你太厲害了 這才真實 因為投入才會有這種情況 下次如果跟那個 跟我 美作迪有機會 希望可以合作 最羞恥的 那就可以說是今天出場吧 我這個頭髮的造型 是我創作這個 整個人物過程當中 很羞恥的一筆 這個太弱了 有一個…